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正常的问题 正常 不太正常 蛮不太正常的吧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 每个人的经历也不一样 25岁没有谈过恋爱 我觉得可以理解 当然不正常 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25岁没谈过恋爱很正常 国家又没有哪条法律规定 25岁必须要谈恋爱 没有大把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没有谈恋爱的原因 今天要不就是心里不健康 再么一个我觉得就是没人喜欢 都长得特别丑呗 刚刚前面那位说的我就特别不赞同 我很想说你能把他拉回来吗 哪里丑了 就是如果你25岁 连恋爱都没有谈过 那你其他的经历放在哪里了呢 为什么一定要说25岁就要谈恋爱呢 是手机不好玩了还是追星不好追了 还是奶茶不好喝了 反正世界上那么多人 你也不一定能遇到真爱 会何必呢 像有些女生特别宅 然后天天打游戏 没有心思去谈这些男朋友 这样的之类的事情 北京大家压力都比较大嘛 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 那25岁之前我觉得她要去谈恋爱 学会喜欢才能懂得喜欢别人 去爱别人才能爱自己 希望现在没有男朋友的女生抓紧时间 要不砸手里的这个女人啊 太可怕了 一过来25岁就没有市场人 这不谈就不谈了 谁说你不正常 你给她一大瓜子 凭什么 青春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去大胆尝试的 错了就错了 没问题 还可以有弥补的机会 如果你25岁去再去谈恋爱 你可能只能是为了结婚去的目的 所以说你再也没有那些那种激情了 你没有失错的机会 25岁之前不谈恋爱的话 那就真老了 赵荣 七百 补水就用分闭权 本节目由补水品类倡导者分闭权 与京东联合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华美食品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华美黄油蛋糕 每一口都融化你的心 本节目由指定饮品日加满赞助播出 喝日加满缓起疲劳增强免疫力 本节目由国潮饮品 北冰洋果汁汽水战略合作播出 上微博带话题爱晒十八市 分闭权晒出和阳光的亲吻罩 就有机会获得礼品一份哦 您好 说唱将 打工全靠浪 欢迎 欢迎各位收看由补水就温碧权 国货美妆上京东 温碧权和京东联合冠名播出的 全网首档音乐话题类新综艺 您好 说唱将 欢迎大家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今天准备静静地看你们 互翻恋爱史的大佐 想看是不是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的女生 经常会被社会各界贴上一些 奇奇怪怪的标签 这些标签有包括什么 马路杀手啊 什么大林圣女啊 甚至可能说女博士都有一点 好像带贬义感觉的这样一个词汇了 所以其实现在网上还有个讨论的 非常激烈的话题就是 女生25岁还没有谈过恋爱 算正常吗 正常 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我也特别想给大家一个平反的机会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对女性这么苛刻 就揪着女生不放呢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明星变手们 都能够用自己的灵活的小脑瓜 开动起来告诉大家 这究竟是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正反方已经封好了是吧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首先请正方 大家好 我是现在单身 以后可能也不知道 能不能谈恋爱的知天天 为什么这么悲观 我喜欢一个人 是不是接不了了 话题终结者怎么做 我不管 反正我是喜欢两个人 大家好 我是以事业为重 并不是因为没有人追 所以才不谈恋爱的冯剑宇 接下来灰子 大家好 我是正在谈恋爱 也尊重女生恋爱观的rapper灰子 好 这边恩爱已经秀过了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反方 大家好 我是今年十八岁 准备开始谈恋爱的刘凡飞 你是不是得了一种 叫早摔的病 不是 那个大家好 我说错了 我今年十九 你是替你的版本发言的吗 你欢迎我们第一位 意想症患者刘凡飞 接下来第二位 大家好 我是不会弹钢琴 但是很会谈恋爱 并且已经结婚 有了一个五岁孩子的 舒畅歌手Max 马俊 大家好 我是想跟我谈恋爱 请先迎娶爱的 号码牌的代超 好 那接下来各位请就座 有请各位 因为我们今天的电梯是25岁 还没有谈恋爱的女生 究竟正不正常 所以我们先来做个调查 现场年龄没有到25岁的 请举手示意一下 这么多 好 来 各位可以放下了 我想问一下天天 你是哪一年的 我96年 96年现在是 23 还没到23 快了 22岁 好 你是 我 19岁是哪一年 先想一想18岁 19岁在哪一年出生的 2000年 2000年今年多大 今年19岁 今天几号的生日 我几月几号 8月6号 2000年8月6号 农历是哪一天 托克 小丝 你一定要搞出我真实年龄吧 好好好 那我们这样 我们不暴露真实年纪 我们再来问一下 大家的一个初恋的年龄是多少岁呢 应该是在15岁吧 15岁吧 初二 对 差不多初二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女神 是个女的 是个女的 没事 不是女的 我们也不介意 反正不是你 你这 没关系来 你是怎么样逆袭爱上这个女孩的呢 她爱上我的 她怎么追你的呢 她就给我写情书 对 然后送到门口 然后让人送给我 虚我干嘛 所以只要给你写情书 让别人给你送到门口 你都会答应她的追求 那都不能 那个年代懵懂无知 所以我替你的粉丝问你一句 你的初恋你有什么类型呢 你喜欢什么样类型呢 反正不是你这类型 你们这个翻脸翻得太快了 这要不要行 好 这要再来问一下 因为 问辉这个问题 可能会比较有点敏感 不敏感 因为人家现在很幸福嘛 所以你的初恋是 谁还没个过去 来描述一下 高中 十六七岁吧 然后同学一介绍 然后就 同学介绍 同学介绍 我听此语说 高中就有同学介绍的 就是大家那会儿就都比较喜欢玩嘛 然后就那你不好好上课干嘛呀 同学介绍 然后好呗 然后好的可能有两个多礼拜 然后就分手了嘛 怎么会两个多礼拜就分手了 那女的嫌我笨 就是那会儿的我是就是 拉手我都不敢 她说我太面了嘛 太面了是不是 对 太面了 好 再来问一下这边 各位哪位先主动坦白呢 我还有啥坦白的吗 她没有 你初恋就是不会就是 你现在的老婆吧 我现在的媳妇 是我最早暗恋的对象 但是 初恋应该是在初三了 就跟灰子一模一样 就她就给我讲了 哥们介绍 你也介绍 你也面来着 也是拉手 拉手我都很困难那种 你们会这样吗 我怎么不太心 会 真的会 可能我们rapper就是这样的 对 就出门嚣张 然后碰见女生整个就面掉 对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太完美了 就是怕女生看见 有一点点我们的瑕疵 所以我们想尽力地 保持百分百好的一面给她们 你刚刚说太完美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以介绍 刘凡飞做你的好朋友 为啥呢 意想正两个人 来讲讲你的初恋吧 我 其实我的初恋真正意义上 是没在一起的 因为我的那个初恋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我小学同桌 那现在还有联系吗 还有联系 做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份感情 在我的人生中 可能无法取代 她现在过得好吗 不太好 我叫凸顶反正是 朋友们我们再回忆一下 她刚刚一直反复强调 自己是2000年出生的人 凸顶 2000年都已经开始凸顶了 你的故事真的漏洞白去 那个年龄这个事情吧 咋的了 放过你 那这样吧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 我们今天正式的 一个辩论的环节了 来看看大家 在这个正式的辩论环节 表现得怎么样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节目规则 你好 说唱将就是将不一样 作为一档不正经的音乐 话题类的轻综艺呢 我们会通过说唱 以及说和唱 三种不同的形式三轮 围绕着本期话题 来进行辩论 在辩论之后呢 会进入到我们终极 无敌群口辩论的环节 获胜方 将用我们现场的观众来决定 那么究竟今天谁 会成为第一个出场的池方呢 我们要通过一个小游戏来决定 接下来我们玩的 其实就是一个 大家非常知道的 海盗桶的一个游戏 那先请双方派一个人 剪刀石头布 谁先 谁赢了 谁就先来交替进行 最后是那个小人弹出来 那方就算是输了 赢的那方来决定谁先出场 我说得很复杂 你们听明白吗 听明白 反正你就不要上场了 谢谢 你们就这样吧 你们进场到哪一步 是哪一步吧 反正我随时跟你们跟进 好不好 剪刀石头布 你也不咋地 还不是因为站在你 站在旁边了吗 真的是 你们先来 挨个来吧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干嘛呀 插进去 插进去吧 插在这里边 使劲 插钱吗可以吧 一语就中了 就是他会弹出来 然后打死 对对 你没弹出来 来 下一个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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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下一位 你们这边 你最后吧 你最后 我怕我一插就中 对对 你最后 那我来吧 我也不打地 挨着你 爬了 好 天天 这么快 就说你也不咋地吧 我能说你 你快咋一点 我就不能站在旁边 朋友们 等一会 你是倒霉男孩是不是 恭喜你找到了 自己的小伙伴 我是 我开挂的人生 今天走到了平面 倒霉男女 倒霉担当的你们 这样 反正你们都已经输了 我真的想加赛一轮 来 你们俩玩 那敢谁更倒霉 我想看看他们俩 谁更倒霉 来 那我第一个插队 你们俩就左右 太神了 朋友们 中了 朋友们 我跟你们讲 你们俩谁 今天要有个倒霉 我建议你们去拜拜 真的 我就是因为站在旁边而已 完了 我又一种 完了 我又一种 但是啊 前辈果然还是前辈 三个就能插中的 我倒霉都上过热搜 代超倒霉热搜 所以恭喜这边获胜 你们这一方选择 先出场还是后出场 后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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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好 我们要请出的就是 我们的反方一变登场 然后希望现场的朋友们 我们所有的女孩们 都能够远离孤单 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 你望着窗外 川流熙攘 爱情对你 只是幻想 单身了快二十五年 你不该这样孤单 爱是你需要的港湾 会带给你安全感 给你特别的温暖 有人陪着你看 花落花开 在陌生城市 你一个人看着夜空 你应该有人相扭 有人来把你包容 那样的日子 会让你分外的轻松 有人爱 有人疼 有甜蜜 有感动 下班回到家 累垮 疲惫的坐下 一个人的沙发 旁边空的还很大 人眼泪下滑 偶尔会孤单害怕 晚上失眠的时候 也不知和谁说话 你应该要变大胆 找个人去喜欢 一段美好的感情 值得你去体验 想收考每一天 和从前说再见 当清晨睁开眼 有人为你做早餐 忙过了点的深夜 没人说晚安 你应该勇敢一点 别再犹豫不缺 是时候做出改变 不应该孤单 二十五岁的女生 和单身告别 你望着窗外 穿流熙攘 爱情对你 也只是幻想 单身了快二十五年 你不该孤单 爱 才是你需要的港湾 好温的哦 奶奶 我觉得是这样啊 马俊这一段就是说唱给我的感觉是 好像是疯狂的在跟各位安利 谈恋爱的好处 就是对吧 就是让大家赶紧去恋爱 你们吃得下这枚安利吗 吃不下 我觉得吃不下 你们觉得她刚刚说的哪些是你不赞同的 就像就你回到家之后 然后在一个沙发上 你怕孤单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是没有人陪你 没有人说晚安 我觉得所以一个人挺好的 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说 你是没有 所以接下来这样好了 我们就直接看看这边的观点吧 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我们正方一变 汇总有请 二十五岁吧 我觉得是最美好的年龄 恋爱只是一部分 重要的是你开心和活得有意义就够了 听好老前辈 走起来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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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打 Gonna be fine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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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打 Everything can be alright 你一个人的生活 其实过得更好 保持快乐其实才对你更重要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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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na be fine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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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对你议论评价 你无法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 你才刚刚二十五 不必太在乎自己的幸福 要自己做主 这是你晒出的态度 二十五还没恋爱 是因为你太优秀 那些不合适你的人也不值得去拥有 是谁和你同行 让你看更美的风景 你需要的是 让彼此都变更好的感情 一辈子其实很短 爱也很简单 不要着急 但要拒绝平凡 感情的事 要考虑再三 如果太随便 会留下遗憾 老天已经为你安排好了 属于你的幸福 那些没有意义的恋爱 不如与自己相处 一个人过的生活自由自在更加舒服 感情这条路一定要走好第一步 哎呦哎呦哎呦 打打打打打 Gonna be fun 哎呦哎呦哎呦 打打打打打 Everything can be alright 你一个人的生活其实过得更好 保持快乐其实才对你更重要 哎呦哎呦哎呦 Gonna be fun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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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着别人羡慕的工作 也有着别人向往的生活 除了恋爱你还有好多的选择 二十五岁也不必费 把感情当做收获 保持最好的状态 等待着真爱该来的会来 请你相信命运能安排 要活得自由自在 就像罗里城让你自由晒 给你保护给你加倍的爱 保持最好的状态 等待着真爱该来的会来 请你相信命运能安排 要活得自由自在 就像罗里城让你自由晒 给你保护给你加倍的爱 Gonna be fun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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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灰子的业务能力 越来越能打了 金主爸爸都已经放在里面了 是呢 厉害哈 那么回事 刚刚其实我觉得他这段表演 最打动的 你知道是谁吗 他最打动的是游姬老师 哎呦 那三百六十度 游姬老师在现场旋转 你看他这样的 他这样 他把他站在这拿手 感情一辈子其实很短 爱也很简单 不要 说实话 我都担心 好厉害 我一会让他再转一个给我们看一下 好 好 我们刚刚讨论的是25岁以上 还没有谈恋爱的女生正常吗 我们身边到底有没有这样 你们身边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女生啊 我的那个表姐 她是真的在那个在那个加拿大读到了博士 然后突然博士之后已经30多岁了 然后呢 所以你们家所有读书的基因都给了她 反正我是没占什么基因 对对对 她现在在美国啊 就是在做建筑工程 当经理也是个女强人 她就觉得找不到 但其实她自己也很尴尬 因为就是什么呢 你看比如说她已经熬到快40岁了 她又觉得自己条件好 不想找一个二婚的 我稍微打断一下啊 你今年19岁 你的表姐已经40岁了 你的表姐比你大21岁 佐哥 你这事儿是不是过不去了 好 没事 来 继续 并不是我表姐不优秀 她可能就太优秀 太追求自己优秀 又希望对方优秀 所以她现在特别尴尬 凡飞的表姐这个事儿 说实话啊 都有点过了 那是 你特别像一个居委会工作的人 现在过来调节 来 不是 那个是40了 但是咱们的问题是25 我觉得25 之前没谈过恋爱 我觉得很正常 正好我要问你这个问题 那你认为最晚 那到多少岁 谈恋爱就不行了 正经的 最晚 我觉得别超30吧 而且这种事儿 他们总是在说父母催 父母催的人生是自己的 我觉得你自己愿意谈就谈 不愿意谈就不谈 对吗 你不能为了别人去活 好 再来问一下这边 剑宇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有 但没有女生是男生 25岁男的还没有谈过恋爱 对 他是没有朋友介绍吗 对 没有他朋友介绍 有介绍的话估计也就在一起了 你描述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男生 他比我大 他比我大 就算是我一个哥哥吧 他其实不是25岁的 他28岁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他很开心 他会觉得我很轻松 工作使我快乐 他没有那种说 像你说的那种尴尬什么的 我们今天讨论不是25岁吗 他在27岁之前完全没有谈过恋爱 而且他也并不以为这是有什么大事 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单身有单身的好 谈恋爱有谈恋爱的好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有这个可能去尝试一下 也非常不好 是吧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直接开始我们的脱口秀辩论的环节 我们接下来有请刘凡飞来说一说自己 来 有请 我认为25岁的女生还没有谈恋爱 是不正常的 是吧 25岁 什么概念呢 是你10年前的年龄 一万点伤害 我听见 我过法律规定 其实女生20岁就可以结婚了 其实很多25岁的人都已经结婚5年了 女人25岁之前没有谈过恋爱 说明她可能不太会跟异性相处 25岁的女生其实 在这之前有很多接触异性的机会 是不是 比如上学的时候 能接触很多男同学 工作之后能接触很多男同事 难道你就不会看上别人 或者被别人看上 然后那种内心懵懂想谈恋爱的感觉吗 肯定有 对不对 25岁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女生 可能是受到了家里的影响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很多可能 就像我爸妈管我就比较野 所以我一上大学 我就像脱江的野马 很多可能是父母对孩子管教太严格了 造成了女生后来就不会跟男生相处了 我有个同学啊 她妈是班女人 不是 这个同学是不是就是你啊 我就很好奇 你现在的年龄 别别别 闭嘴 我有个同学 她妈是班女人 然后每天都监视着她 不让她跟男同学来往 然后她那个时候呢 就很喜欢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真的特别帅啊 然后当时她妈就一直阻止她阻止她 还对那个男生说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能考全班第一 才能跟我女儿玩 不然离我女儿远一点 然后那个男生就真的很认真的去想她妈妈讲的话 然后下定决心 一咬牙一跺脚 第二天就跟她分手了 之后的几年 那个女生在她妈的保护下 狠听她妈妈的话 到现在都没有讲 所以25岁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女生 其实有点惨我觉得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她承受各个方面的压力 因为25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像大家都已经工作好几年了 然后其实以前上学的时候 家人可能会对你有限制 说什么啊 你上大学之前不要早恋 影响学习是吧 可是你大学一毕业 你妈肯定马上就说 闺女啊 你也不小了 啥时候找个男朋友啊 你从来没见过哪个家长 对孩子说 闺女啊 你也大学毕业了 但是这个事情你可要保持住啊 一定不能松懈 我爸就是这么说的 我爸就是这么说的 是吧 那个叫爸爸 爸爸 那个 我们这是大型认亲现场是吧 爱情的事情先放在一边 最重要的是好好工作 等你工作干好了 退休之后 有大法的老头来追你 是不是 我估计不是亲妈吧 而且你看啊 你现在这么大了 你身边应该有很多闺蜜吧 是不是 有很多朋友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闺蜜都在谈恋爱 和男朋友幸福地在一起 非常甜蜜 你只能趁着他们男朋友出去的时候 跟他约会 搞得自己跟个小三似的 你打个电话啊 亲爱的 晚上一起出去玩吧 闺蜜说 不行啊 我男朋友在家 所以在种种的压力下 如果你被逼到 到年纪的像我表姐那样 随随便便找一个人结婚 很有可能两个人是不合适的 生会不会幸福 所以我觉得 其实女生在25岁之前 还没有谈恋爱 其实可以去尝试一下 多去接触接触异性 上上相亲网站什么的 是吧 那些快要到25岁的女生 包括我 我们得抓紧了 是您啊 对 我们得抓紧了 是不是 我们 确认大姐太闷了 我们现在的处境 已经跟国族一样了 是吧 毕竟留给你们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所以 加油 25岁还没谈恋爱 你可能 我觉得 可能遇到的都是那个冯剑宇 这样翻车撩妹的人吧 冯剑宇 我听到这话 我就忍不了了 他说你 说25岁以后 碰到的都是你这样 就是撩妹翻车的人 你过来一下 来 来 我感觉冯剑宇已经认了 他认了 他被我说得哑口 我是认了他 说他25岁之后 你撩一下 看他会不会翻车 来吧 来吧 白贝 我发现你今天 特别怪 哪奇怪 怪可爱的 我今天 发现你也特别怪 哪奇怪 丑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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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建议的粉丝 不好意思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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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刚刚那段有点翻车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正方的表现怎么样 好不好 我们来欢迎到的是我们正方的二变 朱天天有请 我觉得呢 25岁的女生还没有谈过恋爱 很正常 25岁的女生呢 谈不谈恋爱取决于 现在这个恋爱 能不能让她幸福 我认为对于女生来说 现在谈恋爱不能使她幸福 所以她选择不谈恋爱 也是正常的 大家说对吗 对 你们知道现在为什么很多女生 不谈恋爱吗 是因为很多母胎solo的女孩 她们会追星 她们是有自己云老公的 她们是有感情寄托的 她们是幸福的 就比如说她们经常会拿身边的男生 和自己的爱豆做的对比 今天不是说 你的爱豆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吗 所以 你疑妈疼的时候能给你倒热什么 你感冒的时候能给你送到医院吗 我觉得25岁女生还没谈过恋爱 还说明这个女生呢 对恋爱非常的严谨 宁缺勿赖 就是一直在等待最合适她的人 你说你要遇到一个渣渣谈恋爱 那你还不是不谈呢 你们说是不是 我有一个闺蜜 不 我有一个朋友 不 我有一个同学 是凡飞吗 是凡飞吗 咋的就是我呢 我一天不忙 我有一个姐姐 被家里人就是 大家也知道 刚才那边观点已经说了嘛 就25岁之后要催催 一直在催婚 就说要生孩子了这些 然后呢我这个闺蜜就受不了了 被家里人安排了这种相亲 但是相亲的时候遇到了各种奇葩 大家知道什么奇葩吗 首先第一个奇葩 她呢知道我闺蜜是一文科生 跟我闺蜜说 我觉得你能不能在现场 为我做首诗啊 拜托大哥 那我要是学医学的 是不是在现场为你解剖个尸体啊 最最奇葩的是什么 俩人约在日料店 那个男生迟到了一个小时 你说你迟到了一个小时 就别不多说了是不是 那个日料店 那个榻榻米 我那个朋友就跪着 跪了一个多小时 站起来的时候腿都麻了 结果那个对方来了之后 吃了点寿司就走了 回去的时候还跟我闺蜜说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脚不方便 要知道的话我就不来了 她觉得我闺蜜是个瘸子 你闺蜜也是够逗的呢 再说了 闺蜜是你本人吧 这个日料我全场跪着 我乐意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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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本人的故事啊 不是我 再说了 谈恋爱是一个很私人的选择 自由恋爱不只是每个人 可以选择和异性在一起的权利 现在几点了 零点啊 不 是爱你的起点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是很甜 但是我呢 就不选择这种相处模式 如果一个男生给我发类似的话 你知道我会回什么吗 来 戴抄陪我配一下 别配的 别配的 你又倒霉带坑里的 我跟你讲 我想你现在一定很忙吧 所以你就需要看前三个字 对 我的确很忙 所以你的消息 我一个字都不会看 那现在你知道几点了吗 几点你自己不会看啊 现在是零点 你知道零点意味着什么吗 代表我要睡觉了 拜拜 哇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去 跟解剖尸体的相亲了吗 你知道为什么 你消不气要把自己被全了吗 你关我 你要早谈过几段 就不会这么惨了 因为他就不喜欢 只有每天黏在一起 太亲密的状态 你不能说他不正常吗 你们觉得我不正常吗 不是我 错了 是 等会儿等会儿 你们觉得我闺蜜不正常吗 没人回答我 完了 他们好像觉得我不正常 我觉得挺正常的 我也觉得正常 正常 没问题 正常 对 是 我闺蜜喜欢把精力放在 如何让自己变得优秀上面 她自学了很多技能 她现在有时间自己四处去旅游 活得自由自在 就像罗力城可以让你自由晒 放肆晒 给你超强保护力持久 我觉得 我觉得呢就是 因为自己优秀了 才能更匹配更优秀的人 就有一句话说得好 叫我们赖着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所以谈恋爱归根结理是为了幸福 我们要对爱情负责 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所以25岁女生还没有谈过恋爱 很正常 谢谢 我刚刚看到天天其实你看她25岁都没到 但是她讲起来这些道理呢 也可以说是一套又一套的 肯定在家里应该是做了非常多认真的工作 她刚刚讲的这个环节当中 有一些环节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首先她提到了就是女生追星 说很多人有这个云老公 所以各位你们觉得女生追星 会不会耽误谈恋爱呢 不会 会 现场有爱豆的请举手 好 放上来 现场有爱豆并且有男朋友的请举手 会 不是 人家那剩下那些是有老公的 你们的老公有个共同的名字 她叫 好虚弱感觉 因为他们怕被抓起来 不是 我说的是真实的 毕竟我国的法律当中是有重婚罪这一说的 我们来问一下在场的男生 尤其是还没有结婚或者更是没有女朋友的男生 你们的理想型是25岁以上还是25岁以下 来 我们现场25岁以上的女生请举手 寥寥无几 25岁以下的请举手 那那些没举手的你们是 正好25 她叫25岁找 我还是觉得男生会跟女生有些不一样 所以说男生还是喜欢25岁以下的 那就是占我了 不占你 还是占我们 我们就喜欢那种 那你意思就是25岁之后就没有男生喜欢了 不是 我们就喜欢那种 就是明明35岁说自己19岁 是不是25岁以下的 对不对 实话了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你们两个 来 戴超 你觉得呢 25岁以上还是以下 我现在我自己肯定更偏向喜欢25岁以下的吧 但是以后择偶可能也就跟年龄没有关系 主要还是看自己两个人心意相通 但是我觉得不管你以后找多大岁数的25岁之前 你总应该谈几段 要不然你25岁之后遇到你觉得对那个人了 你连恋爱都不会谈 还任性 还闹呢 说了这么多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个辩论节目好吗 辩论节目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唱歌辩论的环节 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反方三变 戴超有请 加油 不管什么年纪找到最后的真爱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经历的时候 还是要多经历一点 为以后真的对的人积累一些经验 也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要不然就会像这首歌唱的这样 收集的 失落的这种感觉 填密的 幸福的那些情节 你只能 期盼 一天天 一年年 一直孤单 单身了 也已经二十五年 可你却还没遇见 你懵懵懂懂过了一年 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 一个人单身的世界 空空如烟 白天跟晚上都是冬夜 被伤到来你也无法拒绝 反正一世空空空空如烟 你懵懵懂懂过了一年 一个人走在凡凰的街 别人笑容灿烂而你却空空如烟 朋友们早和单身告别 而你看着他们只能被虐 别无所谓 要去解决 你懵懵懂懂过了一年 这一年依然没有改变 你已习惯单身的世界 空空如烟 白天跟晚上都是冬夜 被想到来你一马目不觉 反正也空空如烟 其实她这个歌蛮狠的 因为虽然她没有直接说出来 不正常这三个字 但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字里行间就有一种 不谈恋爱就是不正常 就感觉如果你已经就是25岁了 你还不谈恋爱的话 你就应该去山里直接找个庙 把下辈子直接安排完了就好了 我们接下来呢 又有请我们的正方三变 冯建宇给我们带来唱歌辩论 有请 二十五 这年纪刚刚好 你那么没着急恋爱没必要 我知道你的要求很高 反正不是你的你也不想要 谈恋爱要听自己的安排 别人的话根本不用太理睬 我觉得你的爱情要由自己来主宰 一个人的生活更自由自在 二十五也不老 又不是没人要 只是现在你还不想找 你七指甲身材好 有品味情商高 有几句话想让你知道 你这个年纪不必着急谈恋爱 你的爱情要由自己来主宰 要知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总有合适的人他在那里等待 谢谢 谢谢 好跳 好跳 好了 三轮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 终极自由辩论的一个环节了 我们期待在最后这一轮当中 他们能够有着好的表现 好了 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 终极辩论的一个环节 那究竟我们明星变选 我们的这一轮当中 会给我们带来个什么样的惊喜呢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这一轮的节目的一个规则 在这个环节当中 自由辩论的时间是五分钟 站上我们终极辩论台才可以发言 而且各位会发现 自己手上带了一个心跳的监测仪 当你的每分钟的心跳 超过120的时候 你的话筒就会变声 所以接下来期待 各位在最后一轮当中 能够好好表现 五分钟倒计时 开始 我先来吧 我觉得女生在25岁之前 谈恋爱的话 就算是不正常的 25岁是25 哎 我要说完了 我觉得 我觉得女生25岁 就是之后不谈恋爱OK 没有关系 但我真的建议大家在25岁 之前还要尝试这段恋爱 因为你至少要学会 一个判断的能力吧 你不遇到几个渣渣 以后怎么知道 谁是不是渣渣呢 你不遇见渣的 好的坏的 你不遇见性格 不是 不是 主要是 主要是 主要是你比较倒霉 你比较倒霉 你碰到的都是渣渣 都是那种 所以说你需要一点判断力 那我们呢 我们好多这么多女生 其实一辈子可能一下子 就能遇到一个比较 很真爱很爱她的人 25岁之前 没有遇到好到25岁之后 你25岁之后 这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对不对 你要读研 有些人读研之后 可能还有考公园 好多好多事情要做 谈恋爱的话会 会影响她的时间 会耽误她的时间 你明白吗 没有 我问你个问题 你25岁之间谈没谈恋爱 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我现在谈到25岁女生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说这些 你不要拉往狗里带 我们要跑题是不是 下来了 你看你那么多事情要做呢 你每天学习的时间都不够 而且你知道你知道吗 你这个期限如果拔高了之后 你以后再往我看的话 你找到的男朋友 都质量了 都不一样 可是你们有一个观点 一直在说女人要优秀 就不能谈恋爱 怎么怎么样 可是我 可是我之前谈恋爱 影响我优秀了吗 有了那么多25岁以前 谈过女朋友的男朋友的 都是不优秀的人吗 而我可以监备这些事情 现在我才说 25岁之前谈过恋爱是正常的 25岁之前没谈过恋爱也是正常的 这是每个人选择的问题 好比你吃辣 我不吃辣 你就能说我是错吗 我不想谈恋爱 这是我的人生 难道因为你们催我 我是为了你好 你应该感受一下爱情 你应该体验一下恋爱 然后我就要去 我要听你的 我的人生要听你的 我寄你回来吧 可是你可以不听 作为父亲母亲的 我们该催还是要催的 怎么就说作为父亲 可是我爸 我们着急 可是我爸就没有催我 很多女生 25岁没有谈过恋爱 他们我最近了解 做战姐的每天很忙 要打头要什么 打头要做战 还要拍头 还要修图战姐们 你们说你们有时间谈恋爱吗 有没有时间 没时间 看什么 不要为什么你爸 不催你谈恋爱吗 你爸都放弃你了 你说你活着 我也不说你两个啥了 是因为我们调点高了 如果之前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谈过恋爱 那确实不正常的 这不正常三个字 不是说给你们在座自己听的 这不正常的三个字 是说给所有那些 曾经在你们想要恋爱的时候 阻挠过你们的人听的 当你们有父母 或者有老师 有周恩其他人告诉你说 你不应该去恋爱的时候 你告诉他 25岁之前 如果没有谈恋爱 是不正常的 所以你们不能限制我 去恋爱的权利和自由 不要等到自己 长到25岁之后 去思考 我为什么没有勇敢地 去跟那个男孩 说出我爱你三个字 所以一定要记住 做正常三个字 说给他们的 但我觉得说的困难对 就是我们要表白自己 我不相信赞助的所有女生 在你25岁的那些 没有喜欢过一个人 爱就要大胆说出来 咱们的女生 就不知道自己男生 我们谈的恋爱怎么了 我们就是需要人陪妈妈 我们就是需要人陪 但是追了不一定在一起 但是追了不一定在一起 所以说你女生喜欢这个男生 又不一定一定要在一起 你不在一起 你就不喜欢他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25岁没谈过恋爱 也很正常 因为你有喜欢的人 你们说对吗 对啊 我觉得是 你不需要尝试一下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跟你在一起 那在一起肯定比不在一起 要幸福是不是 至少我体会的其中的温暖和温存 这个事马俊说的 谈恋爱怎么着 父母 你不要听取他们的 要跟着自己的 你25岁之前 你不听父母的 你可以了 25岁之后 你父母催你了 你要去恋爱了 你听了 你也可以不听了 我想谈恋爱就谈 我不想谈 就不谈啊 这是自由的啊 那因为你不知道 我做十几岁到25岁 这七年谈恋爱有多少 不是 你 你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病字 没有人不想谈恋爱 没有人找不到 没有人找不到 你们在 有人想不谈恋爱吗 有万有的是你唱 我一代节目就会冲到 时间到 好 刚刚是不是有一种就是 生思历劫 就有一种 要马上就要干架的感觉 嗓子都冒烟了 我也是 我也是 喝瓶日加马 我唱歌的时候我就冒烟了 每个羊也行 喝一杯 你可以讲一下吗 从15岁到现在谈恋爱的感觉 你不知道有多爽 有多爽 你跟我们讲一讲 超级爽 超级温暖 你根本不知道去医院 有人陪是什么滋味 不是我们 你根本不知道 别人还能帮你盖个被子 不但陪你去医院 还给你自己去 我自己去 我开心 那你开心 你长得是个女朋友 还是个老母亲 陪他去医院 帮他盖杯子给他水喝 你肯定是喜欢彼自己大的 对不对 对 他肯定喜欢彼自己大的 他肯定喜欢彼自己大的 你说到年龄大的时候 我们这位19岁的小姑娘 脚都崴了一下 你肯定是喜欢彼自己大的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接下来 你支持哪一方 就扔出你们的小爱心 输的一方就要接受惩罚 3 2 1 请发售 我宣布在本轮当中获胜的就是我们的正方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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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反方呢 由于代超的出现 所以 好 一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悬念的 在这个环节当中失败了 所以一会儿会有我们的惩罚环节 恭喜 恭喜 这次的惩罚呢 是给你们布置了一个作业 什么样的作业呢 由于你们失败了 所以你们这一方的明星辩手 在微博上发一张自拍 然后发一张自拍之后呢 文案的内容要写 我想和你谈一辈子的恋爱 然后置顶三天的时间 太狠了吧 左哥 我缺你 我也缺你 我们都缺你 不要脱上我下水 最近小有点事比较好 听话 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要特别地感谢 补水品类倡导者温碧拳 以及京东队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补水就用温碧拳防晒 就用罗力成晒 晒 感谢各位 最后再来一遍我们的口号 你好 舒畅江 大护拳靠浪 下期再见 拜拜 姑娘们 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找不着男朋友吗 因为好男人啊 一般都长得丑 长得帅呢 一般都有点渣 不渣的呢 一般都结婚了 没结婚的呢 一般都没能耐 有能耐的呢 一般都看不上你 看得上你的 你看不上他 所以啊 找不到男朋友不是你不错 你就该吃吃该喝喝 该涂罗力成就涂罗力成 让你自由晒 放肆晒 反正养儿也不防老 防晒才防老啊 补水就用温碧拳 本节目由补水品类倡导者温碧拳 与京东联合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华美食品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华美黄油蛋糕 每一口都融化你的心 本节目由指定饮品日加满赞助播出 喝日加满缓起疲劳增强免疫力 本节目由国潮饮品 北冰洋果汁汽水战略合作播出 一生只和一个人到底亏不亏 我们现在只讨论亏与不亏 我就告诉你不亏 你有谈过圈内的恋爱吗 这些鬼情话都是跟谁学的呢 天赋 像经历过这种渣男 那谈一次恋爱多亏啊 是吧 我理想中是他听我的 是我的狗 我觉得我离想中的爱情 就是没有遇见朱天天这样的女孩 跟一个歪博书上吊死 然后放弃很久变得了 我现在就要把你干掉了 我就会不会怎么办 你会你不站着 你快你下去 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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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你女朋友在一起之后 有没有曾经 我说真的假的都会吊我的 你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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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吗 你有病吗 你觉得你精神 长得好看吗 当然是我废话 不 不 把买这个东西的那个人给我找来 我要弄死他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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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东西 是